近日随着夏季的到来雨水增多 全国多个地方都遭到了洪水的侵袭 今年湖南省的洪水灾难就显得格外的严重 据悉本月2日 湖南湘江长江站的水位就已经突破了历史的极致 面对浩浩荡荡的天灾 人民子弟兵又冲在了灾区的第一线 恶劣的天气和糟糕的救灾环境 每一分钟都在考验着战士们的毅力 近日网上就流传出了一段战士们深夜在救灾现场 集体响起的军歌和长征 让看到这个视频的网友无不位置动容